东京的山谷、大阪的西城还有横滨的寿丁 在日本这三个地区以日故行劳动者的街道著名 然而时光染刃这里已从曾经繁忙的劳动流动地带 转变成为高龄者和领社会补助人们的生活社区 如今这些街区的面貌又是如何 背后又隐藏着些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就跟马自一走入横滨的寿丁 一探当地人生活的真实样貌 有两台自动贩卖机 我看一下上面的价格还是算比较便宜一点 最便宜大概八十块 但是这两台贩卖机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在使用 有一条居酒屋的巷堡 但是晚上这里有很多喝酒的地方 一间一间的 前面有个老爷爷刚好像要投一个啤酒 就是那个啤酒它卖完了卖完这里会显示一个红红的字 它可能看不清楚 它想说怎么投钱酒没有出来 其实这里的街道真的很干净 就跟一般的日本的那种平常的街区 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的垃圾 非常的整洁 沿路走通我看到旁边的建筑 基本上就是社福中心非常的多 或是一些简易的住宿旅馆 现在社福中心跟一般的那种养老院又不太一样 它可能就是比较低规格 然后一个月的费用也不是说这么的高 当踏入横滨的寿定时 老旧的墙面生锈的铁门 都见证了这里曾经的繁荣和如今的凋零 在行走的路上会看到许多高龄行动不变的老年人 他们的面容承载着岁月的沧桑 仿佛是时间的见证 这些老年人可能曾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时期背后的无名劳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他们被遗忘和边缘垮 不再被社会所重视 如今他们依靠社会救助来维持生计 过着朴素而困顿的日子 一如寿丁的街道那般坚韧而顽强 在募集一些居住者 1700元 这个应该是一天的费用 然后有付一些设备还有WiFi 下面有一张牌子是在宣传工作的 他这个算是交通的指挥员 然后一天有一万块以上的薪水 这里是他们当地的洗衣服跟风干衣服的一个地方 然后后面这边有两个房间 这房间呢是投币式的淋浴间 然后你投了多少钱呢 他可能有限时时间 你可以稍微在这边淋浴 里面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一百块 头一百块之后呢 上面就会自动给水 那我现在来到是位于横滨的社福交流中线 就是我背后这种建筑 这种建筑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新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做过撞修 而且他在二楼的旁边还有一个公共的浴场 前面这块地呢那边有一个草片 平常就有很多的在地人在那边可能聊聊天啊做交流 那横滨寿丁这边过去是如何形成一个日故型劳动者的街区 以及中间过程的转变呢 现今为什么会成为高龄者社福的一个街道 一说到横滨寿丁过去的历史呢 就要回到1859年 当时横滨开港对外国船只开放 横滨于1859年安政6年7月开港 开港长的范围大约是现今的大岗川和中村川之间 位于内侧称为关内外侧则为关外 在寿丁地区下方的中村川由于临近港口之一区域 过往也因港湾劳动的业务而繁盛起来 当地曾聚集许多从事港口工作的劳动者 寿丁就距离横滨繁华街紧不到300公尺的范围内 战后曾一度被驻日盟军总司令给征用 到了50年代的日本机械化农业开始发展 这也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 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能源从煤炭逐渐转向石油 因此失业的煤矿工人和其他农村的人们 开始纷纷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港口和图木行业的劳工 纷纷聚集于此 当地出现了最初的临时检疫住宿场所 寿丁逐渐形成了一个聚集八千至一万名日雇工人的社区 旁边有一些中华餐馆 卖一些简单的餐点 感觉也是蛮有年代的店铺 道路上真的比较没有什么看到很多那种垃圾袋或是私人垃圾 像这种就是简易的住所 这间好像还有继续在营业的样子 这里有ABC三种形式的房间 A是比较大有六铁榻榻米 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可以简单煮东西的小厨房 路上就走起来的路人啊 确实高龄者相当的多啊 有一些可能行动不便会坐着门离 然后会有一些可能照顾他们的社福人员 这里还有一个公园 它也不算是个公园 就是一个空地 上面还写说感谢大家的威臣 就是创造出一个干净漂亮的街道 这里的简易住所他们的种类还蛮多的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上面还写说可以养一些小宠物 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 日本陷入了经济不紧切的时期 受厅地区的工作机会开始减少人口逐渐老龄化 这一变化导致贫困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 许多年迈的劳工转为依赖社会救助来维持生计 这里城市日故工人的劳动街区 入境却转变成为现代日本社会中高龄者社福的街道 岁月的洗礼和经济的变化让这里留下深刻的痕迹 这个地方照应出日本社会结构中的演变 和高龄者面对生活对于孤独的挑战 前面这里的垃圾就堆积的比较多一点 还有一些废弃物 旁边还有一些攀板写说不能乱丢垃圾 这里有监视亲 还有一间当地很大间的薄清歌店 五分钟一百块 这边也是临时投币式的那种淋浴间 旁边这里也有贩卖一些跟洗澡相关的物品 像是毛巾啊或是沐浴炉还有刮胡道 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啊 有好多警察 然后就对于路上的人好像在盘棍 一千七百块一个晚上 然后不含水电 里面房间的样子就像这样子 贩卖报纸的机器 神奈川新闻 一份报纸一百六十块 这是他们二楼的公共浴场 看起来很不错 很新的感觉 这里有卖一些小菜 日式的小菜 住宿的价格好像都是一千七公顶价 它下面还有写外国机 外国机也可以入住 好像是一个可以看赌码 一些资讯的房间 前面就有三台电视 在播放一些新闻啊 还有一些赌码 或者是一些比赛的节目 这边最多的就是像这种透逼式的洗衣机烘干机 因为像他们这种比较简易的住宅 里面的设备呢 就没有包含像这种洗衣机了 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就把自己的换洗衣物 拿到这里每天清洗 这些简易住宅的样貌 就像前面这栋大楼一样 就是比较这种老旧一眼的公寓 然后一间一间的 也并不是说非常的大 有一个老爷爷在整理环境出草 这里的给我感觉呢 它虽然过去也是一个劳动的街道 不过跟我之前去的大阪西城还有东京的山谷 它现在这个街区的样貌呢 比较没有这么太多的 像是一些人力中街的一些广告啊 或者一些设施 反而这边一栋栋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一些社福中心啊 或者是一些简易的住所 那完全它已经成为一个高龄者生活的一个地区 离开横边的寿定后 我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和深思 这个地方教会我珍惜生活中每一个小事物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对于别人的意见 取决于它们使我们看清自己什么 就像旅行不仅是探索新的地方 更是探索自我的过程 透过一面镜子你才能认识真正的自己 感谢观看